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讯导不管他 检查的话那就是一种刁难吧 我虽然跟你签了约 但是因为现在民意高张 台湾的民意太过反对 所以呢你要透过一个控管的方式来处理 虽然我签了约 但是我不让进来 那就是要刁难他咯 那所以你刚才在讲说用检查的方式 那检查的方式海关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海关一进来 你报税报不对啦 或者是你这个检查 我发现你这个物品不好等等 会有很多的方法跟手段 那可是民众就会很怀疑 政府透过这样一个管控的方式 真的能够阻挡这些 有害健康的这些牛杂碎啦 牛骨髓等等进来吗 那我就要请教你部长 海关是你管的啊 到时候你要怎么样检查呢 我想这个第一个请大家放心呢 有害的东西绝对是不能来销售嘛 这是第一大家可以了解 是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我们海关当然基于我们的规定 基于我们的权者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来把关嘛 那你们看得懂 你们看得懂哪些这个 因为这里就我们内部有分工 相关食品的进口 像我们有透过卫生署 相关食品的检查 农业的进口 通过农业农委会相关 我们就有分工的 一段一段的 那我们当然就物品的管制 从税率税折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相关的 防疫的措施 有一套配套的措施 只要规定标准很明确 我们就照标准来执行就对了 我刚才去给你们查一下 去年我们牛肉生鲜进口 从各国进口 是7300万公斤 那牛杂碎去年进口是 389万公斤 389万 那过去因为像这种牛杂碎 牛骨头 我们都不从美国进口 那所以进来主要是澳洲 可是今天我们一旦签了这个约 因为美国的这个 它的价钱 比澳洲什么更便宜 成本更低 因为它大量饲养的关系 所以未来这些牛杂碎 过去是从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进口 这389万公斤啊 很可能就会转向 转向 美国采购 那从美国采购进来的话 那你又不准它进口 你就说要用这个控管的方式 那到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 陈秘书长 你刚才说用控管的方式 那这三 每年大概有将近400万公斤的 这些牛杂碎进来 那如果转向美国 那你要怎么样的一个控管呢 你刚才讲说检查 怎么检查法 那么让我们清楚 国家有没有办法确实把关 了解 哪些骨头 牛髓 是有病毒的 哪些没有 那你怎么样去保证 那个陈秘书长 副秘书长 跟委员报告 刚刚李部长讲得很清楚 说海关这边 它有一套的机制 卫生署这边 有一套的机制 所以我想严格把关 一定是这种的责任 那商人会从多方面来进口 那我们会严格把关 安全这块让它进来 不安全的就不会让它进来 副秘书长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讲这个话 其实是 只是给国人吃一个安心药 其实于事无补 因为我不太相信 我们现在的技术 有办法去了解 哪些的牛骨髓 牛杂碎 它本身是有没有病毒的 那你们怎么去 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农民的问题 我另外去查了一个资料 就是说 现在它有的静观 它政府你一旦刁难它 你一旦刁难它 它就说 我现在我不给人吃了 我这些牛杂碎 牛骨头 牛髓 我不给人吃了 但是它用 饲料的名义进来 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奶粉 是用给 动物吃的奶粉 饲料进来 结果呢 改包装以后就给人吃 造成很多的黑心奶粉事件 国内发生过 那你看 农民它会有需要 这些动物饲料 那我去查一下资料 查一下资料 一个月 一个月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饲料 包括含药物的饲料添加物 不含药物的饲料添加物 包括鱼饲料 包括其他调制动物饲料 包括其他家畜饲料 一共有五大类 每个月要从美国进口 大概160万 150万公斤左右 所以到时候它还会产生一个问题 农民要进口的饲料 你也不能挡它 它说我不给人吃 可是进来以后 这些牛骨髓 牛杂碎等等 它到底是给人吃 给动物吃 它说包装包装 又推出来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你签了这个约 你一旦签了这个约 你要透过管制的方式 那第一个 能不能管制检查出来 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它现在改头换面 换成进口饲料的方式 然后呢 进来以后 混一混给人吃 或者是动物吃的 它本身也会感染病毒 然后再给人类 那这样怎么处理呢 傅米娅 我想这一点特别给我引爆 事实上讲起来 我们今天政府做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可能我们先确定 基本上讲起来 一个这个自由的贸易 主要是让我们消费者 获得更便宜 更安全 更好的东西 这是目的 那问题就是方法 怎么管控 怎么检验 怎么这个管理这个流程 应该是有套机制的 就等同以前那个毒奶粉一样 会怎么说 从源头 原产地的证明 品质的检验 到一系列后面追踪管控 我想这个制度做好 就能够保障 我们消费者的健康跟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海关 当然基于这个进口 进管的安全的措施 我们一定会依据相关的规范 去执行 我想请教一下傅秘书长 就是说你刚才要说控管的方式 约虽然签了 但是我透过控管的方式 不让他进来 那我现在拿到资料 我们一年大概要从 这个 其他国家进口 这个牛杂碎是389万公斤 那现在都是从美国以外的国家 进来牛杂碎 那现在如果一旦签了约以后 你能保证 透过你一个控管的方式 未来我们美国的牛杂碎 牛脊碎 牛骨等等 一公斤都不会从美国进来吗 你可以透过你的控管方式 不管你是要用刁难啊 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方式 你都可以保证 一公斤都不会进来吗 还是会放进来 跟委员报告 这个国人这么关心 这样的一个议题 政府一定会在这个 这个检查机制呢 一定会很加强 很省省啊 那么厂商的这个进口 有多元啊 那么澳洲纽西兰这块 没有问题 它正常会进口嘛 那美国这块 我们自然会 像部长刚提到的 它会有个完整的程序去检查 那么毒奶粉 都有办法做到的话 我想牛杂碎这块 也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做得到 不是啊 毒奶粉是国内媒体揭发了 不是政府揭发 不是政府的管扣能力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们政府是跟我们讲 我们虽然签了这个约 但是请大家放心 我们会透过各种 找麻烦的方式 控管的方式 检查方式 不管它是什么意义 或是关税的方式 我就是不让他进来嘛 所以表面上签了这个约 但是我不会让你实时进口 所以我现在要请问 副秘书长 行政院领导 不管是农委会 卫生署 或者是这个财政部 不管你统合领导化 你能保证 实时不会让他进来 一公斤都不会让他进来吗 就是约签了 但是我不会让你进来 可以做到这样子吗 这个食品是安全最重要 只要是安全 安全无余 他就可以进来 那我们会设计一套机制 就是简单 安全上有问题的 就是不能进来 不过副秘书长 你知道这个 他现在这个假库是病毒 可以潜伏50年 那你怎么保证 50年后你在哪里呢 政府怎么跟我们保证 说安全无疑 50年后这些 跟我们保证的官员 都在哪里 你跟我们保证的保证 这个不管是 农委会或者卫生署 它都有一套 它检查的标准 海关里有它一套检查的机制 我知道 这个事情其实也蛮为难你 因为我们甚至怀疑 搞不好 吴院长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是有府方在谈判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为难 要你回答这个实质问题 可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有一套管控的机制 这样子告诉国人 就让国人安心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实质的做法 展出具体成效 比如说你讲一些 我们听得懂的 就像你在讲播报迹象 或讲H1N1 你要讲些我们懂的 政府有一套实质的管控手续 不让它进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管控手续呢 大家第一个搞不清楚 你讲了半天 我寻打已经花了 七八八分钟 我还搞不清楚 你这个实质管控的手续 是什么方法 第二个呢 那你干脆保证 一公斤都不会进来嘛 那你也不能保证 你也不能保证 说一公斤都不会进来 那第三个 你说说我们会检查 检查没病毒让它进来 问你政府 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检查50年后 一个潜伏50年的病毒 等等之类的 好像我们对打了 七八分钟 你都没有办法去 跟我们做个这样解释 当然这个问题 问你太过为难 因为我们甚至甚至怀疑 立法院整个党团 都不知道这回事 我们甚至怀疑 行政院也 院长搞不好也不清楚 当初这个约是怎么签的 因为这个签约的方式 已经超过外交的一个层次了 那所以呢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不能够收拾善后 跟国人提出个具体保证 好 头小下去 约切下去了 没办法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他十对未来 那透过一个实质保证嘛 可是刚才问了半天 你们之说 我们会透过管控的方式 可是不晓得是什么管控方式 那这很麻烦 国人不会有信心啊 我刚才在讲说 他今天如果来正式来跟你申请 你能不准他进来吗 他如果检查说 我有各种的美国的 这种病毒证明 什么之类的话 我都有 那你能不让他进来 如果他手续完备 你能不让他进来吗 检查有问题就不能进来 那如果检查没问题 手续都完备呢 所以 基本上在看他安全不安全 不过你们晓不晓 什么叫甲库式病毒 甲库式病毒在检查之后 不会发现 他是潜伏一个病菌 然后可能二三 而且他的这个病菌特色很长 他二三十年可能都不会发作 甚至到五十年 他才发作 你这个人忽然脑筋神经 已经错乱了 小孩子他现在吃了这个奶粉 或你有骨髓的东西 或什么之类的 他现在 他现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 这个发 可能不会发作 可是二三十年后 他才发作 所以他在检查的时候 是看不出来的 那所以他给你出具的证明 一切都是符合 卫生 符合他的这个 这个方面的检查 是符合的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就说 因为检查不出来 所以我根本不让你进来 像日本就采取这个方式 日本为什么 他就是不让他进来 因为检查不出来 所以他的证明都是完整的 都是给你的 那所以他根本就采取封锁的态度嘛 那你们要去好好去思考 好不好 而且最好 所有官员对于这个假故事病毒 应该要去学习跟了解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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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